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平夕天灯节 每年涌入上万人 共襄盛举 共聊海洋音乐季 更是年年吸引数万歌迷 前往新北 但以后参加这些活动 有可能要改成 去基隆放天灯听海记了吗 因为基隆市长林又昌 抛出新构想 那基隆也可以有另外一种想象 比如说结合东北角跟北海岸 是石门 或者是甚至包括细子等等 形成一个新的一个 城市的一个范围 林又昌希望基隆市变大 想把新北市北边 石门经上万里细子 平溪双溪共聊全纳入基隆 不过新北市民有意愿吗 合并的意义是什么 你要繁荣它的话 你总要有个计划吧 细子要变到台北市了 不是变到基隆了 台北市比较繁荣啊 因为直辖市跟省辖市 资源实在差很大 以2020年为例 中央统筹分配款近2772亿 平均一个直辖市有300亿 省辖市平均只有45亿 预算差了六倍 能争取的公共建设 当然也差了很多 谢谢佑昌总是有一些国土规划的想法 北北基三个市长要共同的携手合作 林佑昌被解读有并心北的野心 赶紧和侯友宜联系 说是要避免误会 不过先是抛出超北市长构想 再端出区域重画理念 林佑昌发言真版面 也让外界议测是否是权威进攻2022做准备 三立新闻小语系周宁台北报道